海洋大学只剩几位学生还在校内走动 因为传出有体育老师确诊 就担心受到疫情波及 校方不敢大意 28号紧急停课 你们会不会担心 有打疫苗应该会比较害好 听说学校有一万多人就对了 对了 那等于说没有完全筛检到 可能部分人还没筛检到 海大证明确诊的体育老师 暗号23022 去的就是这家帝都商与会所 店内装潢豪华空间宽敞 主打的就是有穿着小礼服的女陪室 陪客人喝酒聊天 不过也因为近距离的接触 让疫情传播途径风险增加许多 海大老师这个月21号 曾经和戏指友人到过银河小吃店 结果朋友确诊 连带家中两名就读南港某国小 以及内湖某国中的小孩都被狂烈 他要在25号出席帝都商与会所 同行的两位高雄某科大老师 还有一位台北某商大体育主任 彤彤确诊 这名海大老师的妻子 担任松山某国中老师的工作 家中就读万华某国小 跟某幼儿园的孩童也被空裂 总共影响八间学校 根据本校教室伦理守则 做相关的市政的调查 之后由教室评审委员会 来讨论如何益处 海大老师染疫范围 波及多间学校 直播身为教职员 却出入八大场所 后续是否有相关陈处 校方也会审慎评估 参讯新闻林区华来轩 基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